高雄市长陈菊今天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随后接受各党团的联合咨询 其中国民党团是有备而来 针对陈菊是否履行承诺 在任期做好做满之外 也要求一定要解决负债问题 虽然炮火猛烈 不过陈菊也丝毫不松口 并且强调任内已经达到零举债的目标 把所有前任市长的债务都推给他并不公平 高雄市长陈菊前往市议会进行施政总报告 细数执政十多年来的施政成果 包括改善淹水缩短沉乡差距 积极辅导产业转型打造亚洲新湾区 尤其今年是最后一年 更要有向百米赛跑竞赛 到最后十公尺的冲刺不会懈怠 我们也为下一代的高雄 除备前进的动能 最后这个任期就向百米赛跑 最后的十米 那我们会加足马力 我们努力来向前 陈菊报告后 随即由各党团进行联合质询 国民党团首先上场 针对陈菊是否会在高雄任期 做好坐满持续追问之外 也要求面对高雄的债务问题 无论是你要去也好 你要留着也欢迎 是不是在这25天 把八成给我们八成 知道好不好 面对国民党团的火力四射 陈菊除了不改回应 说任何的决定都不是个人考量 也没有讨论之外 把高雄债务说都是他任内举债的说法 非常不公平 原先立任市长留给我1380亿的债务 那你也没有提到我还在1208亿 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谢谢 武党团联盟则采取温和质询方式 把握30分钟的机会 反应基层的新生 包括空污千村和就业问题 希望市府积极面对处理解决 希望不管在座的各位的局处首长 继续在高雄留任 或者高升到中央 或者到所谓民间企业 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成为在高雄的一份子 希望高雄永续都能够发展 民进党团最后上场 虽然没有全员到齐 不过也展现团结一心的问证内容 除了肯定陈菊在高雄执政的成果表现 也期许新年度同样能做到临举债 对此市长陈菊回应党团 最重要的是能延续优职接班理性问证 到底要留在高雄市继续当市长 还是到总统府接秘书长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可以接受的原因 那就表示什么 人往高处爬 陈菊市长12年在高雄 实在是做得很好 所以只要有更高的位置 全国第一个就想到他 每一项的承诺 包括对未来新的市长的期待 我想在我的市政报告中 我们就说明得很清楚 我们希望大家为了高雄不断的前进 我们能够攜手合作 党团也关心大林菩前村进度 和产业转型等重要市政议题 希望市府团队能继续努力 才能赢得市民的肯定 港都新闻李正道 黄兰军采访报道